是这样的话 或许现在还是标配 不好意思 或许现在还是悬配 对不对 就是现在状况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否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一些观念 当他们想要去买一些衣服的时候 他们到底该思考什么 因为一般人 真的可能大家就想 这个造型 价钱 对不对 尺寸 颜色 浮浮我的需求 好不好看 就这样子 那就你的观点 你觉得你会希望 大家在多想什么 多去思考什么事情 在他按下购买键的时候 或是在实体走入店面的时候 他还需要多想想什么 如果要呼应我们 这个所谓的永续时尚 这样的概念的话 OK 那当然我们 针对一般消费者来讲 其实还是会分阶段性的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先思考说 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件衣服 那这件衣服 很多人都会问说 我怎么知道 我需不需要这件衣服 我说你就直接想 想想你的衣柜里 有多少衣服 然后如果你买了这件衣服之后 你有没有机会 让这件衣服一年穿三十次 以上至少要三十次 那平均下来 就一个月大概穿二到三次 也就是说 一个礼拜至少会穿到一次 那我觉得 如果你可以穿到一次 那我觉得 你就可以来购买这件衣服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的话 其实就是你也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 你要去看一下它的 label 就是它的洗标 你看一下这个洗标的部分 是说它可不可以水洗 因为相较于干洗来讲 水洗还是对环境的冲击 是在低一点点 所以因为它的化学 药剂的部分使用量比较少 所以这个也是一般的消费者可以做 那如果说你要再更进一步的话 其实我们当然最好是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品牌商 他平常到底在对于环境上面 他做了什么样子的一个努力 当然就是刚刚最早 马定也有讲 他会不会是嫖绿 他是不是有可能 他品牌都做了好多事情 可是你要去思考说 这个是他真的有在做 还是没有在做 所以真的有在做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可能真的 你要去搜寻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了 资讯公开揭露这件事情 你要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含糊带过 还是他真的讲的好清楚 交代的好清楚 每一个环节他都告诉你 我的源头是谁 我怎么做 然后我从哪里 你都可以有一些科学的根据 或者是数据 他可以提供出来给你 当然我们 这个也可以造假 可是suppose 我们目前也相信 他如果有经过第三方认证 我们姑且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就等于说 消费者其实可以做更多的 我刚刚就讲说 这是一件一件层级式的 当然你也可以去找 第三方的认证单位 其实也会提供一些说 他们其实有合作了 哪一些品牌商 供应商 有在做这些事情 因为等于说 有第三方来帮你做监督 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 当然我觉得最终还是 最大的监督者是谁 其实是消费者 你才是 就是我刚一直在提倡的 就是你才是改变力量的所在 所以你也要当监督者 当你愿意监督者的时候 其实这些供应商 他就不敢 他就真的做 他就会真的去实践这件事情 那你也可以真的去 去用消费来支持他们 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最终 还是一样回到就是 如果你希望 你除了要来 因为你既然都要消费嘛 你是不是可以 做出更好的选择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结尾的这个概念 非常的好 就真的是 听到刚才俊讲 真的大家都要消费啦 其实也不是叫大家不要买 如果刚才刚才讲 算一算有三十次 还是可以买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 再多了解一些讯息 多了解品牌 多了解这些认证或成分 都是大家势如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